我想说谢谢 谢谢 谢谢 我们的圣诞不能说这足够 为你帮助美国的军事 它会救生命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总会长奥斯佛 一连三声谢谢 感谢台湾捐赠口罩 驻美代表萧美琴上任后 28号首度出席公开活动 她代表台湾政府制赠25万片医疗口罩 提供年迈的美国退伍军人和家庭对抗疫情 退伍军人协会长期跟台湾有着坚定的友谊 在疫情当中台湾有能力来捐口罩 给全世界许多友好的国家跟团体 也就是展现着这个互助的精神 这场捐赠仪式 美国联邦众议员尤赫出席见证 他表示美国会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价值 因应中国犯台野心 将会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 尤赫也重申台湾是国家的主张 他说台湾从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 应该被全世界所尊重 由台湾人民决定自己的主权 中央社记者江金叶华盛顿报导